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加拿大CRA考虑公开逃税者名单 加拿大拟拍卖俄罗斯富豪资产 低路平原出现大型冰块群 BC省春季露营预定今日开放 标准普尔TSX综合指数上涨 美国股市下跌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1月3日星期二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加拿大CRA考虑公开逃税者名单 根据一份报告显示 加拿大事务局CRA内部正在考虑 是否要公开逃税黑名单 据报道 约35%加拿大人强烈同意 事务局应该公布一份 被认定犯有事务罪的人名单 CRA目前没有详细说明 为何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免疫调查 现有的机制下 CRA只能公开因事务欺诈而被定罪和入狱的人 但并不包括其他因隐瞒收入逃税而受到处罚的纳税人 该报告的调查结果基于对加拿大近4000名纳税人 报税员以及小企业补给员和会计师的问卷调查 大多数补给员和会计师表示 偷税漏税税务问题是非常普遍的 报告称 对所有加拿大纳税人公平法案 S243法案 于2018年11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 但不到一个月后在众议院被否决 如果未来获得通过 该法案将修改加拿大税务局法案 并要求CRA公开所有逃税的人 包括国际逃税者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国新闻 加拿大拟拍卖俄罗斯富豪资产 近日安省法院正在审理一桩案子 其判决可能会开创一个席卷全球的先例 因为加拿大试图成为七国集团G7中的 第一个扣押并重新分配俄罗斯富豪资产的国家 加拿大联邦政府已在12月19日宣布 将查封和没收Granet Capital控股有限公司的2600万元 这家公司属于俄罗斯富豪罗曼阿布拉摩维奇 它也是英格兰切尔西足球队的前老板 根据加拿大 特别经济措施条例阿布拉摩维奇 目前正受到加拿大的制裁 据报道 加拿大皇家骑警 已经冻结了受制裁的俄罗斯人 共计价值1.223亿元的资产 考虑到俄罗斯富豪们的总财富 2600万元可能不是特别大的数额 但如果加拿大联邦政府成功出售这些扣押的资产 那么俄罗斯富豪们在其他G7国家的资产将面临重大风险 今年6月加拿大政府通过了预算执行法 获得了没收和拍卖制裁名单上的资产的权利 既然目前已经确定了要制裁的目标 联邦政府就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启动这一程序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 如果成功 所得收益将能够用于乌克兰的重建 并向普京政权非法和不正当入侵的受害者提供赔偿 低陆平原出现大型冰块群 BC省南部地区在去年12月经历两场暴风雪后 多块体积比人还要大的冰块 日前随着飞沙河谷河流 被冲到阿加西斯和支里华克一带沿岸 罕见的奇景令人们风拥而至 远道而来欣赏这些巨大冰块的风采 西蒙菲沙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沃德表示 这个现象在加拿大其他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因为当地冬天非常寒冷 河流会结成厚厚的冰块 随后在春天开始融化破裂 但在BC省南岸还是比较罕见的 他说BC省在2022夏季经历持续干旱 促成后冰的行程 目前的现象确实反映了 现在冰块已经融化破裂并向下游移动 虽然大型冰块群成为了BC省新的打卡景点 但沃德警告游客 一定要注意沿岸的安全 防止滑岛掉进水中 BC省春季露营预定今日开放 BC省公园预定服务 于周二上午开启了为期四个月的滚动预定窗口 面向前方乡村和偏远地区的预定 这意味着5月3日之前的游客将可以预定 该省表示2023季度的新预定服务中增加了露营地 包括切特温附近的格温林湖公园 金斯盖特边境过境点附近的叶客公园和普林斯顿附近的爱丽森湖公园 所有这些露营地将保持可保留和先到先得的场地的平衡 此外2022年12月1日上午7点 保荣湖省立公园的独木舟项目在整个2023季度开放 人们需要做好准备并自己自足以适应这种野外体验 这种体验涉及116公里的滑水 跨越10个湖泊 四个月的预定不适用于团体场地和野餐场所 不过在12个月的预定中 团体场地和野餐场所的预定仍然有效 标准普尔TSX综合指数上涨 美国股市下跌 多伦多工业和公用事业板块的强劲表现 帮助加拿大主要股指走高 而美国股市在年初的尾盘交易中下跌 标准普尔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89.50点 收于19474.42点 在纽约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41.07点 收于33006.1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70点 收于3815.8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87.27点 收于10379.21点 家园兑美元汇率为73.24美分 周五为73.83美分 二月原油合约下跌1.20美元 每桶79.06美元 二月天然气合约下跌45美分 每桶4.03美元 二月黄金合约上涨11.70美元 收于每盎司1837.90美元 三月同合约下跌1美分 收于每磅3.80美元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